最後我們要跟各位紹介紹的是能源的污染跟防治 能源是我們提供我們的動力 提供我們熱能 但是過度開發或不當使用 會為我們帶來污染跟破壞 好 這個叫做溫室效應 地科會再交一次 水氣、二氧化單跟甲烷 這三個是我以後要你備的 還有後面的臭氧、氧化雅帶 再來不一樣的物事我有講 可是你可以不用備的 他們非常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我們交過紅外線跟熱有關係 重點一吸收誰 紅外線 重點二哪來的紅外線 地裡面 這個地裡面 這個地裡面再跟你強調一次地面 重點三誰吸收 水氣、二氧化單跟甲烷 那他們會吸收熱 然後再放出熱 然後加熱地球 效果類似原因的溫室 所以叫做溫室效應 他們叫做溫室氣 溫室氣 OK 那麼這個在二氧化碳 水就是有人類之前就已經有了 所以在有人類之前就有溫室效應 所以溫室效應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事情是因為人類的關係 我們放了太多的二氧化在大氣中 所以他們就會吸更多的熱 放更多的熱 就使地球越來越熱 這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變得太熱 全球暖化又會有什麼問題 國中生會考的問題幾乎只考這個 叫做冰山會融化 海裡面會上升 好幾乎只考這個 冰山融化海裡面上升 我在異科會多講一些別的問題 但是考試呢是考這個 所以就是二氧化碳會有溫室效應 人類放太多的二氧化碳 溫室效應太強烈 使得全球越來越熱 稱為全球暖化 暖化就是能源使用不當 然後酸魚 什麼叫酸就是魚就是酸的 正常的魚水就是酸的 為什麼 二氧化在融魚水會形成碳酸 但是因為人類的製造的污染 使得魚變得更酸 這叫做酸魚 脫酸 可以只小於5.0 第一顆會再交一次 可以小於5.0 叫做所謂的酸魚 酸魚就會就是 剛剛講就是東西融魚水 然後變酸什麼東西 流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然後會所謂的亞硫酸 硫酸、亞硫酸、硝酸、亞硝酸 然後所謂的酸魚 就是化質燃料燃燒之後 所產生的流氧化物、氮氧化物 融於雨水中 然後變成所謂的酸魚 然後呢 我們有個方法呢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一些傷害減少 流氧化物呢 可以用碳酸蓋 轉換成無毒的二氧化碳 就減少了 可是很抱歉 因為氮氧化物目前還找不到 好的方法 課本上有寫給你的 以前的課本沒有教 這現在那麼有寫 你把它看一下 知道一下 二氧化碳的通物碳傷蓋 會變成無害的二氧化碳 然後會減少流氧化物的傷害 但氮氧化物目前沒有辦法 熱汙染 因為熱的關係所到的熱汙染 熱汙染會汙染這些東西 然後呢 像火力發電廠、核電廠、乾鐵 它這個 像我們講過 待會提到它就是 核電廠都需要冷卻水對不對 吸進來是冷的 把機器冷住 排進去是什麼 熱 就是所謂的熱汙染 這當然所謂的太熱 當然所謂的熱汙染 像這個例子 核三場那邊的珊瑚死翹翹了 白化死亡了 因為核電廠排放太多的熱水 海水水溫上升 它們就再見了 核二場的必雕魚 我一定會再講一次 這個魚啊 長得是層X型的 身體是歪的 那做了實驗就發現 因為水溫太高 破壞小魚的酵素 所以它就長得是彎的 長得是彎的 它也是熱汙染的狀況 就是因為熱的關係所造成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談論是怎麼樣 那你在墾丁啊 河山場啊 那邊 就把那山盒弄死翹翹 它要怎樣 管線啊 重新採啊 重新弄啊 要減少這個對於海洋的熱的污染 讓它那個經濟發展 跟生態能夠同時並存 跟你說一下 這樣的做法 OK 再來就是核能事故 核電廠發生事故 就可能有強烈的放射線會外洩 放那些看不見 但是照到之後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會症癌症死亡啊什麼之類的 而且所以影響方面很大 而且放那些的會拉時間很長 很長很長都有放射線的存在 就有三個重大的事件 就是最早就是美國三里島 再來就是有名的就是車諾瑜 那最近更有名就是那個 三一 而且日本呢 叫障害 到很大的影響 那就是三次重大的核能災變事故 核能災變事故 OK 那其他 燃燒不完全的渣燒 講說飛灰嘛 那個渣啊 就是那種烏煙瘴氣嘛 風氣品質會不加全部威力飄散 然後還有漏油也可能 漏油漏油 這個以前有發生過 然後像美國什麼 美國那邊發生過更嚴重的 這個超級大油輪 整個原油外洩 突然更鴉片的海岸 OK 那我們就講台灣的例子 最後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的運場量其實不太豐富啦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要靠誰 靠進口 靠外面來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善加的運用 善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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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在 我們估計你在不影響 生活品質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節省25%的能源使用量 所以大家如果都能夠做好環保 都能夠節約能源 那我們對外的陽賴也會減少 我們對環境的傷害呢 也會減少 所以就希望各位 要好好地運用 不要在於破壞 然後不要呢 太過浪費 就這樣 這都是老生常談的 你應該在很多地方都看過這樣的話 有告訴各位有關於這樣的事情 OK